猫咪偷吃被抓包,眼神视死如归,要肉钱没有要命一条。 世界上的万物其实本质都是一枚吃货,试问这世间有谁能够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呢?就连最傲娇的猫主子只要给他一个小余钱,我就不信他不抱住你大腿喵喵叫。 只不过有些猫脸皮比较薄,主人不给好吃的只能自己偷吃卡,但是没想到的是,偷的技术不够娴熟,居然被抓了包。 一只小黑猫偷吃肉钱被主人当场抓到,结果猫咪的反应真是让人呼啸不得。 蚕食官将偷肉钱的猫咪抱起来,虽然猫咪并没有挣扎,但是一只爪子死死地抱住肉钱,嘴里面还咬住食物不松口。 看见主人没有想要饶恶自己的意思,猫咪突然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,双爪紧紧抱住肉钱,嘴巴也死死地咬住。 就这样嘴里还不停地哼哼,要肉钱你扭,要命一条,馋屎的你看住办吧。 不仅仅仅这只小黑猫,有网屁出自家猫偷吃被抓包也表现得非常坚定,双爪死命互助吃的,隐含的所有绝技都被激发了出来,简直让人看呆。 看来家中的美食大道可是越来越多了,各位馋屎官们可要加紧防范力度,不要让任何一个小偷逃脱哟,磕磕。 一起来按赞追踪脸书粉专页,宠物搞笑明星,每天不同宠物文章及短片窝,更多爆萌宠物。 猫头吃罐罐被主人发现后,这演技绝佳了,可以拿喵借奥斯卡了。 路边看到猫咪叼住一团粉色的东西,于是好奇地跟了过去。 最大的猫不是橘猫也不是免殷猫,而是。 下班路上捡了一只奶猫,养大后发现不对劲,朋友直呼赚大了。